再把那個我們現在完成的是在第32頁這部分的這個結果 就是剛剛是做到第二段 所以可以分階段第一段第二段 然後第三段的話就是加一個MID 那加一個MID外面的話 基本上是三個東西給他 那MID的話呢應該知道規則吧 哪一個資料就是給他什麼意思這個資料 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從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假設從這個好了 這邊開始 那我一樣把這個公式先剪下來 然後呢 再插入一個MID的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MID MID會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地址在哪裡 在這裡 地址給他 從哪個字開始 這個地址裡面的那個 如果有0就找0 如果沒有0就找理 其次找趨 所以就是剛剛那一段判斷 所以剛剛那一段判斷 所以剛剛那一段判斷給他之後的話 那找到第六個字 因為只有找到趨 在下一個字喔 有沒有 因為我們要哪個字開始 加1 這個地方加1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要幾個字 要幾個字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從哪個字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 第四列的這邊 趨的話是在第六個字 路的話呢 假設我找到路的話 路的話應該是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個字 那我要幾個字 把10減掉 10減掉6的話 那等於4嘛 10減掉6 等於4 那所以剛好這四個字 OK 那所以我只要找到路啊 可是有時候不是只有路喔 有可能有接 還有可能有道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把剛剛的那一串東西喔 複製 貼上去 改成路接道 這樣就是後面那個東西了 應該知道這個邏輯啦 然後呢 一樣喔 所以這個也非常小心 所以我的喜歡是先貼 所以把它貼上 貼完之後先剪好了 剪掉 再貼 反正先貼完之後再來改 那個東西 剪掉那個東西 然後把前面貼的這個部分 改成路接道就可以了 那當然結果應該就會正確了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要多多練習幾遍 因為像這個可能一次要做對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只要你注意細節 不要做錯的話 基本上呢 就很快 可以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當然呢 與其 所以 塗法煉綱 像我還倒不如我把公 我還不如花時間想這個 公式 該怎麼寫 我覺得 來的 我覺得 比較長遠 畢竟的話 如果你塗法煉綱 你下一次還是要塗法煉綱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公式想出來 也寫出來的話 那以後如果遇到類似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了 OK 這個可能 我覺得比較正向 所以我的習慣還是盡量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來把這個完成 按確定 這樣的話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甚至這邊向上填滿 就全部大功告成了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 有這個 特別注意 有這個 藍位的話 F藍 你才有辦法做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什麼 想要知道那個 到底台北市哪一條街 或者哪一條路上面 的住宅切到按鍵最高 那我要統計的方法 當然第一個 一定要具備有這個藍位 OK 如果沒有這個藍位 待會如果沒有 那你後面就不用做了 好 那有了之後的話 第二個 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可以幫我怎麼樣 找到這裡面的那個 前十名 因為其實路那麼多條 接那麼多條 那我如果只要留下前十名就好了 就是那個住宅切到按鍵最高的前十名 然後並且幫我畫個表好了 畫個圖好了 一個一個表一個圖 好 那首先看看第一個 這個把它做完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一樣 插入這個 書籍分析表 然後範圍的確定OK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把什麼 把那個路接到這個欄位 拖拉到列標籤 再把路接到 拖拉到直 那因為拖拉過來的東西 它會是一個文字 所以當然你會發現 拖拉過來之後呢 哇 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過來的東西 奇怪 路接到裡面 居然是空白的 有沒有 這個也蠻常發生的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 其實有的時候 跟那個 它資料來源 有些裡面呢 可能如果有放了一些格式 的影響會蠻大的 所以喔 如果像這個問題 假設啦 明明 我上面明明就是有資料 結果你出來 卻給我空白的話 那我建議 可以做一個動作 把那個F欄 整欄選取之後 把它裡面的格式去掉 格式裡面有個叫什麼 這邊有一個叫清除格式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假設啦 你遇到這種情況 明明那個路接到裡面 明明就有資料啊 拖拉過來 怎麼是空白的 那你可以什麼 清除格式一下 OK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就是F欄 然後呢 清除掉格式 清除一下 清除格式 不是清除內的 清除格式 好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是喔 你再切回到那個 這個 書的分析表 前面這個 你講說 老師還是沒有變化 對 因為他不會適用更新 如果你前面的資料 如果有變化 那要不怎麼樣 你要重做一遍 重做 重做很麻煩啊 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有一個功能 叫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在哪裡 記得在選項裡面 或者是你們不同版本 可能找一下 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什麼 重新整理 有沒有看到 重新整理 按一下 出現 有沒有 有的時候 好像也會 偶爾會發生 就是你拿一個資料 裡面就是資料 奇怪怎麼空白的 經常有點像是上面有一些格式 你就把那個格式給去掉 那剛剛那個問題就 就不發生了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一樣排序 排序的話 把游標放在B4上面 然後呢 一樣資料 什麼 高的到低 那什麼 Z到A 點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第一名 中山北路 中山北路上面的房子 最後會失竊 第二名的話呢 中校東路 南京東路 內湖路 這幾個 那如果說 我想列出的 不要這麼多 我只是想要前十名的話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底下的話 這麼多這麼多 哇 這個路應該路街道太多了 Ctrl向下 看一下 Ctrl向下 總共的話 一直到這邊502 然後 502的話 應該是減掉 減掉三個 所以應該499條 這個 路街道 那可是我不要這麼多 我不要499個 我只要前面十個的話 前面十個留下來喔 其他幫我把他去除掉的話 那最後特別注意喔 排序完之後喔 你可以再點選那個什麼 上面列標籤 這邊有個箭頭 點一下 找到什麼呢 這個叫什麼 值得篩選 特別注意喔 如果有499個項目 你只要留下前十個就好 其他不要顯示 那你可以怎麼看 選擇那個 列的那個標籤 的右邊有個箭頭 然後有個值得篩選 找到什麼 前十項目就好了 有沒有 OK 篩選 這蠻好用的 當然如果你 不是 老師 可是我不是十項 我要五項對不對 可以啦 改一下就好 上面都有 OK 功能上面找一下 然後還有其他的什麼 等於大於大於等等的 或者介於 這邊其實都有選項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把你要的這個資料給篩選出來 OK 其實進階篩選功能還蠻多的喔 好 把這個地方前十項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會跳出什麼 最前的幾項 預設是十 那如果你要五的話 你就把這個數字改成五就好 OK 然後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底下這個部分喔 就會出現 我們只有前十項的結果 最後的話呢 請客一樣喔 就把這個前十項的那個 最常識切的那個道路喔 再 會是一個對應的圖啦 比如說這個地方一樣選項 是一個分析圖 然後呢 畫一個直條圖 那就可以把這個直條圖 把它顯示在這邊 上面的話呢 再加上一個標題 比如說那個 北市最 這個什麼 住宅切大案件 什麼 可能 那個 路接到這個前十項 等等的一個標題 那最後這個也可以把這個 這個圖例可以刪除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給顯示出來了 OK 那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這個部分喔 OK 所以前十項 中 山北路 OK 其他的話當然呢 相反的 治安最好的 你也可以找找找看 哪些治安 就是失竊率最低的 當然也 將來如果買房子的話 盡量 當然就盡量避開那個 住宅切大案件多的 然後盡量選那個 住宅切大案件最少的 那這樣不是就 至少要趨期避兇吧 那其他的話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部分 還需要再多練習的話 那我在那個練習檔案裡面 其實還有放其他的那個練習檔 練習檔的話還有什麼 除了住宅切大案件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 汽車切大案件 還有強盜切大案件 就是搶奪跟機車 這個是台北市政府官網上面的資料 所以你如果想多知道的話 其他也是利用一樣的方式 就可以把你要統計的資訊給取得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在最後的話 最後結果 我們要切大案件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時間的統計 時間統計因為跟前面類似 所以請各位 就是在自行練習一下 有關那個時間的 這是哪一條路 然後還有就是27頁 什麼時間 失洩率最多 那因為這個時間 本身還好 因為在這個資料裡面 本身就有提供 什麼 發生時段 所以呢 其實不用增加 因為本身就有 你會直接拿來練習 那得到的結果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哪個時段最容易失竊 哪個時段最容易失竊 從那個早上10點到12點 一直到晚上的這個10點到12點等等的 那這就可以得到一個數據 那還可以把它改成比例 這個是在28頁 那做法是一樣的 所以請各位也許練習看看 只是差別是說 我把那個資料標籤 本來是在那個 這個什麼 在中點的外側 那我這邊是把它改成中點內側 有沒有 這個中點內側 不過中點內側的缺點是說 因為它字本身是黑的 如果遇到像這種 深藍色的字的話 深藍色的這個顏色的話 那會造成這個裡面的字的話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辨識 所以有時候當然你要怎麼放 你可以自己再針對 你當時的那個圖形 去做安排 OK 然後擺揮這個可能 因為跟前面做得很好 是一樣 所以請各位自行再練習一下 最後的話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交叉分析 比如說哪一區跟哪一個時段 做一個交叉分析 那我如果希望得到的圖 有點類似像下方 29頁這邊的這個結果的話 那個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的這個 哪一條路上面的這個資料 我先試做做看